艺人孙鹏,迪鹰的爱子孙安佐反台后仍是目光焦点 热爱动漫的他19日前往南港展览馆参加台北国际动漫节 刚入场就被媒体包围,原本耐心回答问题与合照 但突然有人问你的枪呢?让他起身走人,但没拿背包 自嘲说整个忘记,好糗 孙安佐19日现身动漫展,他穿着招牌外套 内搭一件他最爱的角色02位主题的白色短袖T-shirt 头戴鸭舌帽,一出现就引发骚动 现场一片混乱,但他也耐心与粉丝合照 孙安佐在坐下受访时,突然有人高声提问你的枪呢? 他当场变脸,反枪要不要问问看你自己同样的问题 装作要起身走人,结果忘了拿包包,自己都觉得很糗 入场后大批媒体随行,他不满地说请问你们这样围着我 我是要怎么逛?但媒体不死心,人就围着他们问 最后他说我只回答三个问题,三个问题问完后还这么多人 我就回去了,今天也不逛了 他表示只要有人支持,就会继续经营YouTube频道 目前只是暂时休息,未来学业也会继续 希望朝向营养学方面发展,或任何跟健身有关的都很好 也不排斥出国念书